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一節大家看到的LOGO可能有點奇怪 為何這麼快就做萬聯轉會ATM 剛剛那個轉會槍施停了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全萬聯並非浪得虛名 很多球員一直整個球櫃都會傳 暫時我的立場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我很少看其他球隊踢球 主要是看萬聯 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看萬聯我就可以專心看完整場賽事 看其他球隊的話 我看一看就肯去 專心不到 所以我少看 所以我對其他球員 即是我們的轉會目標 認識不太多 亦不懂得太多好的球員 不關我們事 所以我也挺喜歡看這些轉會新聞 令到我認識多些其他球隊的好球員 既然傳得我們應該差不多 這個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 亦都想和大家一起 改一下作文 看看現在這一刻 說真的 現在這一刻 暑假真的來萬聯的機會 起碼在現在來說 未知數是很大的 所以只有傳字的機會很大 即管我們看到媒體 用什麼原因 覺得這位球員 會來萬聯 或者對萬聯都可以 不過 根據往績 通常他們都說 這個球員是想來萬聯 或者怎樣可以 萬聯有什麼吸引到他 所以和大家一起高呼 今天會和大家說三個球員 前中後各一 第一位球員 我也覺得是最有趣的一位球員 就是中堅球員 大家看到 就不是那個龍門 是綠色衫那個龍門 黃色衫那個 就是多蒙特的球員 他名叫Manuel Akanji 大家看到 Team Talk來的 這個報導的媒體 大家看到 Ralf Rennett 非常興趣 即是說阿蘭 很有興趣 對這個得甲的球員 他是得甲 但他是瑞士球員 另外還有另一個原因 稍後會說到 為何這些報紙的記者 將他和我們萬聯 扔上起來 26歲的Akanji 他和多蒙特的合約 2023年就結束了 這位中堅 根據理解 不會和多蒙特續約 至於為何不和多蒙特續約 原因 剛巧巧 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原因 就是 剛剛多蒙特 和另一位中堅球員 現在踢拜仁 武尼克的中堅球員 Nikolas Suh S-U-L-E 或者Suli 有些人說 簽了合約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 踢拜仁的中堅 的確有些了道 他暑假去到 多蒙特之後 Kanji 可能擔心 他的上陣時間 會少了 這是不是關事的 其實他也說 未必肯定 但是這位 38次代表瑞士上陣的球員 應該真的 根據Sport One的記者 Patrick Berger 就說 遠距了多蒙特的續約要求 還剩下一年約 他不肯續約 很明顯這個暑假不賣 接著那個暑假就離開 所以他離開多蒙特的機會 相當之大 Berger 就這麼說 他說 Kanji 剛剛從室箱服務 也遠距了多蒙特的 offer 他也可能 在想 會不會 他轉會的話 他的收入 會比多於多蒙特 很多 比較 多蒙特是9.5 950萬歐羅一年 他轉會 希望可以獲得 1200萬歐羅 的一年人工 那 看看 對不起 應該這麼說 他就希望 多蒙特會給到 1200萬歐羅 否則他就想走了 即是新的球隊 希望可以給到他 另外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呢 他曾經說過 在2018年的時候 說過 他 夢想就是在 我們的夢劇院 代表萬聯上陣 當時他就這麼說 他說 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希望可以在足球走得越來越遠 我年少的時候 小時候 萬聯就是我最喜歡的球會 我也很希望在那裏 有一天可以踢球 但現在這一刻 即是他剛剛簽 多蒙特 加盟多蒙特 這不是一個問題 我在多蒙特很開心 也希望可以做一個好 的人在球場上高 或者踢好他的比賽 這樣 去到這一刻 說真的 有一件事 我留意到 除了他說的那兩個 好的原因之外 他的失傷 真的要研究一下 他的失傷有多嚴重 因為 他都26歲了 如果有些嚴重 有首尾的傷 其實都挺吵架的 大家都明白這一點 第二件事 我真的希望 有些朋友 看得多多蒙特 踢球 看得多得甲的朋友 告訴我 究竟是否這樣 因為據我的認知 多蒙特 是有前無後的 在前面 有很多年輕的 有料到的 球員 例如去年 新組未來之前的新組 多蒙特 夏蘭特 或者Rilgina 很多都是很好球 但是後防 我印象之中 是稳稳的 所以究竟 Kanji打多蒙特的後防 是有多好呢 真的要 問問大家才知道 因為我很多時候 聽Pokka都聽到 說多蒙特 經常都塞很多球 塞的球是人家厲害 還是他的後防差呢 這個 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對於 Kanji這位球員 始終 他在多蒙特 踢得甲 我一直收到的資訊 防守來說 防守力也不太強 他個人壓力 我真的不能回答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資料 所以 但是 傳聞說 蘭力克 對他有興趣 我相信 蘭力克對他有興趣 也有些原因 當然 踢得甲是其中一個原因 有沒有其他原因 遲些就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記者 問蘭力克 他會不會說 所以這一單 就是第一單 第二單 就簡單一點 因為這個球員 我們都說過 所以這個 我們都已經對過他 所以這個球員 反而我有少許認識 就是 Franc Cassie A.C.米蘭的 Franc Cassie 現在就說 我們萬聯 就簽他的機會 大些 因為之前的轉匯槍 我們都說過 我們都有機會簽他的 但是有很多人爭 那為何又會拿出來說 就是這個 西班牙的媒體 Sport 就說 萬聯和熱始 就多了機會 或者是一個最好的位置 去簽到Franc Cassie 我記得當時討論他的時候 也有很多萬聯球迷 或者巴友對他有興趣 也覺得挺好 這位25歲的球員 今季的暑假 接下來的暑假就約滿 聖西魯 即是A.C.米蘭 傳聞有很多大球員 都找他 重點就是 之前有一個傳聞 就是Franc Cassie 已經跟巴塞 談好了轉會 但是 由於今天 Virbizio Romano 這位專家 就出來說 不是 巴塞隆和Franc Cassie 肯定在談 沒有任何協議 所以 其他的 我相信 其他媒體 可能得到類似的資訊 就立刻拿出來說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那篇報道本身 就是西班牙文的 所以我也沒有 看回 他有什麼 其他的論點 對我們萬聯 不過 趁機想跟大家說 如果喜歡Franc Cassie 的朋友 她的確是有機會 來萬聯 因為暫時 她還未跟任何球會 達成任何協議 去到今節說的最後一個球員 就是前中後那一個 中場說了 後防說了 前鋒 前鋒就是畫面 看到這位球員 這位球員 我第一次見的 就是Hugo Ikitiki 可能叫做 我不是很肯定 如果讀錯了 有朋友可以告訴我 Hugo Ikitiki 他現在 說 英超的頭六球會 也對他有興趣 報道的媒體 就是90min 19min 英超迫式對他有興趣 這位法國的球員 也是法國球員 Hugo Ikitiki 現在在踢Rims 這類球隊 只是19歲 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英超球會 對他有興趣 一來他好球 二來 就是剛剛一月 剛剛過了轉會槍 劉卡素 是兩度嘗試 想簽他 最後他也覺得 不太肯定 是不是應該要轉會 因為在轉會槍的中期 試過一次 不行 去到轉會槍最後 再試 劉卡素 也是不肯過去 所以 這位球員 繼續在Rims踢球 他也 近方相當之好 轉會槍之後 第一場比賽 贏了5比0 贏了波多 波多 波多 是波多 應該是波多 應該是波多 Akideki 之前有個十二碼射不入 但之後他就自己 入球 入球 對不起 應該這樣說 他是自己 被對手侵犯 拼到十二碼 那十二碼 他自己射不入 但自己保重 所以這位球員 據聞相當有料到 你看到了 19min 就說很多的 歐洲的大球會 都對他有興趣 包括哪些 嚇到人了 萬聖 萬聯 利物浦 阿仙奴 熱刺 車路士 全部 都有興趣 韋斯咸 李斯特城 紐卡蘇 都有 除此之外 黃馬 馬體會 西維爾 多蒙特 拜仁 祖雲達斯 波圖 塘斌菲加 巴黎聖日 爾門 李岸 都是 看看這位球員 有沒有機會簽到的 所以 這位球員 我相信這個名字 或者這個樣子 大家都要開始留意一下 可能 未必一定是來萬聯 但我相信這個新星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究竟他踢成怎樣 他今屆十二個場正選 就入了九球兩個助攻 所以 現在就有少少機會 入到這個世界杯 法國隊的大軍名單 他之前仍然在踢U20 今次就來到這裏 前中後的球員 確介紹一位 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球員 或者有機會來萬聯的球員 都可以在YouTube上留言 我或者 有些資訊之後 做資料搜集 再分享給大家 這集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聽收看 拜拜